根据最新消息 肯尼亚移民局十几个鹤强实弹的警察 就冲进了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 抓走不少人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这反正是 不说非洲都能够搞定吗 这也搞不定了 太平洋岛国脑鲁也搞不定 不过这个消息是 明镜 明镜和平发出来的 这个喝咖啡呀 不是那么很靠谱 这老朋友又相聚了 是我是我 我这声音辨识度太高了 现在就这情况在这维持着吧 三个月物理隔绝期刚刚过去 可以进群 但是呢还不能建群 跟老朋友在一起聊天 可以 不能聊时政 因为写了保证书了 取保候审 这定的一年期呢 拖着尾巴太长了 半年内不允许离开天津 就这样 现在再谈挺过的 那非得把那帮警察给激怒了不可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我还听说呢 深圳的一位林先生 刚刚放了没多久 一个礼拜十天 又抓回去了 我现在取保候审器 他们随时寻醒姿势 又给我抓回去 收纳 把主板 敬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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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不错的结果 一开始是传唤 不知道咋的 可能是因为我骂了那个 那个广西百色的国宝队长 那小林队长 我骂了他了 所以他那报告也没好好写呗 这关一块有黑道了 就为了拆人家房子 人家不让拆 拿刀把人家胳膊给砍断了 你说说我就跟这样的人关一屋 这关进来 普通的打架斗殴的 这都没事 他们就是挺冤道 就因为找了几个哥们来 超过三个就属于聚众了嘛 你普通的打架 到做个笔录 也没事了 你有什么伤害的话 拘他一个礼拜行了 这家伙你只要招呼人来了 那至少半年起步 好在啊 我能说会到会聊天啊 既然关到看守所了 那不可能再跟警察理论啊啥的 对吗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啊 过什么路搭什么桥 这时候就是早点输去呗 所以跟他们也没有理论 更不可能跟人家那个应来骂 不可能 他们也是工作 对吧 有说有笑的都是 所以对我算照顾 在看三刊里边 给我关那个号 是里边最好的一个号 那号长 以前当老总的 犯的职务侵占罪嘛 还有其他什么 虚开发票的 交通事故撞死人的 小伙子打架的 黑道的不多 还有什么搞传销的呢 在混社会真正底层的混社会的渣子不多 偷个车 小偷小摸的 有 那个号都是有关系 有门路 要照顾的 放那个号里头去 就比如说有的都快七十了 开那个电动车 把人给撞死了 这个老头关进来 照顾 有的是干过两届人大代表 自个儿也有钱 有钱有势 弄一个工业园 后来其中一个厂子有纠纷 法院给他贴封条 他把封条撕了 顺带的又把法院的人给打了 就这样的 居他十三天 都这样 进来了以后好多人来看望他 哎呀 送东西啊 那管教找他呀 挺多的 地画什么的 进去之前 那个跟国宝就聊的不错 他们到广西去提我五个人去的嘛 那是一次 然后转天 又回来一路 从苹果县 啊 长途车 到机场 在等飞机 上飞机 回来一路 聊聊聊 聊的不错 在号里也干了一仗 他们欺负我 那我就反抗呗 打 嗯 我这人也不差 以前当过兵嘛 那哥们呢 是 呃 我们号长的 号长的左右 左膀右背嘛 个儿虽然高 但是他不会打架 就是偷过东西 个儿挺高大的 但是呢 下手也没那么狠 也没那么劲儿大 然后 呃 他反正被我打的流血 我这边是眼睛充血 十多天才好 那号里他们打别人 那是真狠的 然后把人打倒在地上 光光的踹脑袋 那脑袋 啪就直接磕 那个炕盐上 那突出来那棱子嘛 当当的那磕 真狠的 那字我还上一栏嘛 人家说了 这个你做好你自己个儿 甭管别人的事 啊 这里边有的 这里的规矩 对你是照顾的 进去他们也知道 我属于是政治犯嘛 说议论实证 他说你这个社会那么不好 国家那么不好 啊 如果要照你这样的实现了 民主了 你像我们都能释放了 我说放不放你们 得判 得看你们有没有罪 他说我们怎么有罪啊 拖啥东西的 啊我这多冤呢 我就是吸个坟 啊告我一个荣流 要判我一年多两年 我说 怎么一个标准呢 我也说不上来 有法律说了算 最简单的一个 如果这一个人偷了一万两万的 他属于犯罪 如果这一个人为了生存 偷了一块面包 那全社会有罪 还他们听了以后还挺感动的 我在广西的看守所 待了两天 临时的嘛 在那儿他们就要学那些个编织啊 中国节啊 说下了下队了 就是进监狱了 你得干活 所以在看守所这段时间 你得赶紧学 要不然的话 当你干活的时候 你要是动作慢 跟不上进度 完不成任务 那回头 整个一号的人都要挨罚 要么就没饭吃 要么就其他的惩罚 回头人就打你 所以说 他们都在那练 我看着挺好玩的 也在那编中国节 但是呢 学两天没学会 到了天津三刊 不用干活 我在三刊的时候 赶上了两个好机会 一个机会是中央电视台搞什么成语大赛 我们晚上也有看见试的时间 成语大赛的时候 选手们还没有达上来 我刚一听题 啪啦啪啦 就说什么 会当林爵顶 一览中山小了 桃花 人面桃花相应红 一系列的成语 我都给他们写出来 背出来 哎呦 当时这帮人个个 你没看的表情 眼睛瞪得圆圆的 嘴巴张得大大的 老师 老师你偏财呀 偏财呀 哈哈 名号长就交代了 哎你们就记住了啊 你们所有人记住了 以后不许打老师 啊 记住了 以后就算老师有错 那打也绝对不许打脑袋啊 另一个好机会呢 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当我两届人大代表的老村长进来 呃 国宝要求我写思想汇报 我第一篇写的 人家不满意 可赶上老村长 关进来了 还老给我做思想工作 他那时候什么总裁培训班了 博鳌论坛了 他都去 你知道吗 被洗脑洗的挺厉害的 尤其讲起一带一路的 这伟大策略 哎呀 一套一套 哈哈 我说你这样的吧 大哥你帮我把这个思想汇报写了吧 然后闲着没事吗 他还真写了 他写完了以后 我照抄再发挥一点 凑了七篇多的纸 这一下子很重要 那份思想汇报啊 我都记不得了 里面好像就写了 社会主义如何的优越 我们这个 这个共产党领导着 取得了什么辉煌成就 资本主义国家 如何腐朽没落 然后如何的虚假虚伪 就这些 哎呦天 得亏有他 要不然你就打死我 我也写不出这些个话来 所以呢 这是两个好机会 当然还有路德先生 还有咱们这么多战友 一直是不懈的为我呼吁努力啊 路德先生做了八期节目 我真的对战友们感谢 感激感恩 铭刻在心 再有就是公安部下了文件嘛 办我这个案子 但是文件里边说了 说服教育为主 所以国宝对我呢 也从来是客客气气的 没有打骂 绝对没有打骂 不倒是 每回提审的时候 一聊两个多钟头 三个钟头的 我也不跟他们顶 不跟他们扛 是吧 真的人家工作嘛 也得交差 所以 再加上那份 老村长写的 老书记 村支书写的思想汇报 这人家就打报告了 说你看看 这个藏医科研 家里面孩子也要中考了 啊 是不是能够照顾一下 老人身体 岁数也大了 就这样的办了一个取报候审 上面批了 不过呢 说到老七强奸犯之类的 这个我实实在在 没有那么厚的脸皮啊 这我就黑黑一乐 我说啊 也许吧 同时就是由于跟国宝们 跟他们 我没有硬扛 对吧 顺着他们说呗 无所谓的 那有你要想着转变他们 那不可能啊 人家就心里明白 但是端着这饭碗 他也得是那么说 那么做呀 你就顺着他说呗 啊 对 对对 老七是 他那资金量早乱了 那国内那钱 他哪拿得出去啊 对对对 老七被钱 要被遣返了 都红通两回了 啊 而且国家这么重视这事情 咱们祖国这么强大 要引渡他 没问题 顺着说呗 像我在里面25天提审5回 每次两多小时 也不是总那么严肃啊 有时候也说说笑笑的 说 哎 你对五一共振 什么看法 我说 我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 坚决反对啊 你们国宝维稳 那肯定是要抓那些个敢说敢做的人 而五一共振 这些人一旦上街了 扎堆了 这不就被你们掐尖了吗 对不对 你们的工资可不低啊 这最近这两三年 你们的工资是不是翻番了 对吧 能让你们工资挣得那么轻松吗 是吧 所以说我坚决反对五一共振 其实我们油田小地方 就算在大港区三刊 那个管教 一聊呢 跟我同一年高考的 比我少考了一百多分 他上的井校嘛 回来了以后 跟那派出所所长就聊 一聊他小舅子 居然是我兄弟 我们在一个单位好多年呢 现在也没有他确切的消息 有人说 他已经被神经病关起来的 有人说 他被判了两年 没有确切消息 真的让人很揪心啊 寻风先生 您所讲的这些话都在里儿 但是呢 如果在看守所里边 这些话不能讲 对不对 这国家暴力机器 这一旦开动起来 咱们作为个人呢 只有被碾压的下场 在这个时候 能少受罪就少受罪 没有必要硬扛 顺着聊呗 至于那些个特别特别无耻的话呢 我是真说不出来 这还是有底线的 还有天爱啊 天爱他就是宁折不弯的性子 以前我就说的 我说天爱啊 你这人就是 呃 优点特别明显啊 爱憎分明 这缺点也非常突出 他说了 我天爱没缺点 你知道不 都是优点 哎呀 那字 怎么说呢 太轴了 就旁边 什么七号 九号 我在中间 八号嘛 七号 九号 三天两头 打光光的打 那是真狠 你看那天爱 骂了多少人 一开始的时候 我还挺佩服那性格 个性 但是后来呢 他骂三个 骂四个 里边得有三两个 那都是我老弟兄啊 老战友啊 我这么骂人家 不行的 劝天爱他又不听 不过呢 他遇难了 他被被捕了以后 咱们这些真正的 这个战友们 依旧在为他奔走呼吁 看上面青年花 问的 在看守所里边 号里边 难道是随便打人 没人管吗 这也不是 有规矩 号长让打的 那是打了白打 或者有些人 他确实是不懂规矩 你就比如说 在那一个屋 二十多人在里边 那卫生 那是第一重要的嘛 所以有些人 不不讲究细节 不注意卫生 那挨打的活该 这倒也是 我在那个号 打的还少呢 我那都不叫打架 我那真的还不叫打架 他们后来打两回嘛 那回打得狠的 我就就是我说的 光光踹脑袋 脑袋当当的撞 那个那个床檐 哇天 那炕檐 那是硬木头的 还有呃卫生间 那上面那是瓷砖的 呃光光的脑袋 就往那磕呀 那个是 那个是二把手 哎 这个号里边的 二号人物 就是要欺负那个人 那人也活该 他是什么 呃 诈骗 开什么发票的 那个 嗯 还有被欺负了以后 跟人家自卫 自卫 对他就没有什么留情呢 往死里打 然后其他人也都跟着上 所以在号里 一个号长 然后呢 有两个 算他左膀右背 这是可以欺负人的 还有 那就是跟号长 关系特别好的 资格特别老的 混得开的 这些人 你也别跟人家斗 其他的呢 都平等 我跟他们相处的 还算可以 就是跟有一个人 嗯 那回是 拆拆打起来 为啥呢 他是一个小偷 呃 小拇指还被剁过 剁掉了 半截小拇指 你就说这种人 我实实在在 不能是 我就提醒了自己啊 不能跟那个 所有的人都混好关系 那我不也成人渣了吗 呃 跟那小崽子呢 要说我花花心思 哎 关系也能处好 但是我是 特意的 那里边22个人 23个人 我不能跟谁关系都好吧 是不是 回头要一出来了以后 说起来都觉得丢人 自个儿都丢人 你跟那个 这帮社会底层 人渣垃圾的 打成了一片了 你不也成人渣了吗 所以说 我是特意的 一直跟那个小子不对付 在看守所的时候 也不确定自己 能不能获释 他们都说了 你这罪棍啊 你这罪棍 怎么也得七年八年的判你吧 我说这倒不至于 有可能是两年 在我之前 石友大刚召开那一天 山东农民王先生 在广州 在广州的 不就被捕了吗 到最后是关了人家 八个月 零十天吗 我就想到了 有可能吧 像比王先生 再早 早俩月的 做民主歌曲的 徐林徐先生 这我都知道 所以呢 我就做好准备了 要判我一年两年的话 那我在监狱里边看书呗 啊 我跟那号长 他拿了不少书嘛 我别人都看小说 我拿了一本 英汉词典在那背 我背了三天的英汉词脸 后来那天就跟那小偷 就是小拇指断一截那小偷 发生口角了 我骂他 这一下子 我们俩人都被罚了 因为能够看书看杂志 这属于福利 说不守纪律 你们这福利没了 哎呀 我这有两天三天 没书看 后来就写那思想汇报嘛 写思想汇报 这又花了两天三天的时间 写思想汇报 写完了 刚又看过了几天吧 过了几天 就给我取报候选了 人有的时候必须要会变痛 尤其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 如果一味的硬扛 最后吃亏的是自己 涂着嘴上痛快 有啥用 不要想着去试图说服那些国宝警察们 也不要再去想着 你能够到看守所里边 启蒙那些个底层的 这些人渣们 那不要想 况且老七不是有那么一句吗 希望大家在安全的情况下 你来停 如果你自身不安全 你就别停 我也听话呀 老革命先生晚上好 朋友们也说 在现实中听我说话没啥呀 可是呢 到网络上面 一用麦克风说出来的话 这辨识度 声音的辨识度特别高 向先生晚上好 这傻了啪唧先生晚上好 其实我分享的这段经历呢 大家可别以为 看守所里边都这样 这属于照顾人 才关到这个号里头 在别的号 那是不到时间 你想上厕所打你 知道吧 上厕所如果是 不是那号长允许的人 你那个小便 你也得蹲着 要不经常在社会上 两人一枪火 你也就你这个 你是站着撒尿的吗 那就是说 你有着地位没有 江湖地位 哎呀 我没想到 那个 沈老师说 这个群都是咱们 最可靠的朋友 这人数也不超过200 我行的在这儿 跟大家聊一聊 分享一下 这没好好准备呢 不过说的都是实话 现在我们开载了